范冰冰始终都是娱乐圈的的话题女王,2017年中国名人榜单收入,第一名就是范冰冰。 要知道范冰冰从岌岌无名的金锁,成为今天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范爷。其中离不开幕后团队和贵人的相助。 范冰冰在感情上也收获了自己的大黑牛,两人相爱也快三年,频频秀恩爱,撒狗粮。 却迟迟没有结婚,让不少人想起一直陪伴范爷身边的一个,穆小光,出生于台湾省,身份是上海著名的151会所老板,在娱乐圈一直扮演幕后推手的作用。 范冰冰刚出道的10分,在《还珠格格》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不过始终和赵威林心如等一线明星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穆小光一眼就看上了范冰冰,她相信范冰冰会试下一个国际巨星,于是升价50亿的她,选择从台湾赶来,来到不知名的她身边。 因为有了穆小光的支持,范冰冰的事业再次红火起来。 街拍的广告,影视作品,络绎不绝,比如当时的《苹果》、《观音山》等等都是靠穆小光背后的力量拿下来的。 穆小光的经纪人身份,其实以她的背景,她开始作大。明星都没问题的。 她却甘愿力捧范冰冰,当贴身保镖,经纪人。 还把自己手上所有的资源全部往范冰冰身上砸,力捧她为她开路。 词,范冰冰冰成为了国际一家巨星。 沐小光还帮助范冰冰成立了工作室,现如今是成为最牛工作室。 范冰冰所有的 分别是王学 其和穆小光 还记得有一次狗仔偷拍范冰冰 穆小光为了保护范冰冰 一怒之下镜砸了记者的相机 范冰冰不管是出席小活动 或者国际红毯 穆小光都会陪伴在左右 就算前段时间 李晨向范冰冰求婚成功后 只要三人同时出行 辅助的手永远都不是助力的 而是穆小光 就连正牌男友李晨都要退避三社 在后面吃甘醋 敢怒不敢言 外界好多人对于范冰冰和穆小光的这两人都关系颇有微词 之前范冰冰就说明过 她就像是范冰冰的父亲 一直都在为她的前途去打算 也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的 能有到父亲这么尊敬的词来形容她 相信她多范冰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长辈 如今的范冰冰也不需要嫁豪门 她自己本身就是豪门 现在很多的粉丝都在追问 范冰冰和李晨什么时候结婚 范冰冰和李晨家长也见过了好几次 李晨对范冰冰也是非常的好的 把她宠成了孩子 对范冰冰的新日月可见 穆小光也终于可以放手了 不得不说 自从范冰冰恋爱后 整个人都变漂亮多了 每次出席活动都惊艳众人 近日范冰冰在网上晒出的红本本 引起网友们的猜忌 却跟别人的不一样 类似结婚证 但确实不是结婚证的小本本 上边写了结婚证三个字 原来是冰冰闹住玩的 想结婚赶紧的 祝福冰冰李晨永远幸福